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脚踩踏 让心飞翔 Let's封单车与你一起用单车翱翔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如 我是哲圈 在单元里面呢 我们来过很多的好朋友们 对 最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在腰房的对象已经有一点渐渐的改变 嗯 怎样的改变呢 有点各行各业的感觉了 对啊 我觉得单车真的是 我说运动啦 就是不分各个行业 对 都会可以加入一起参与的 对 嗯 好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位呢 本身是一位医师 邀请到的是非凡整形皮肤美容专科联合诊所的 执行长宋正宇 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 谢谢两位主持人 类似风单车的好朋友 大家好 哇 医师怎么会有时间骑车呢 医师忙掉 早上可以骑啊 早上可以骑啊 早上啊 对 就是早睡早起啊 是 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 就是运动其实是大家都需要的 嗯 我听过一位长辈讲说 当人开始注重运动的时候 代表他已经意识到他开始老化了 哈哈哈哈 当然这句话今天不适合在 不适用于类似风单车 为什么 因为自行车 呃 台湾是单车的制造王国 对 居是文明的 然后再加上呃 在最近几年我们可以发现 包括政府在单车的专用道的建设上面 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 曾经还有世界做过一些热爱单车 这个运动的外籍朋友调查 说台湾是一个骑脚踏车 很好的国家 对 真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如果在台湾 住在台湾 不骑脚踏车 嗯 然后不享受这个政府 这个坐的单车专用道 呃 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 其实宋医师 因为我们都称宋医师叫执行长 嗯 对 我跟宋医师认识也有一小段时间 嗯 那我们知道是在呃 医师的这个这一段的求学 从求学到呃到职业 我相信是最最辛苦的 顶多是可能只有在学生时期 可能有骑过脚踏车 嗯 或是单车 但回到我们的社会上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的是执行长最早骑的单车 是mountain bike 啊对 没错 那现在的座驾呢 已经转向公路车 我觉得可以由宋执行长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为什么会 这个这个转变 我觉得蛮蛮可爱的 哈哈哈哈 其实一讲到学脚踏车或骑脚踏车的历史啊 这个就是知道是一个年代 嗯 首先就是我学脚踏车是用我父亲的脚踏车来学的 嗯 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小孩子的脚踏车 嗯 而且是一个三脚架的都是载货的车 嗯 货车 我记得那时候刹车都是铁的 对 根本没有刹车线 然后人是侧的 对 这样学 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 当然就相当现在骑右bike 一样只是一个运输 我是国中时候骑了山林脚踏车上学 嗯 当然高中时候就不需要坐公车了 对 读了大学的时候就住校了 对 然后一直在医院工作 所以于是跟脚踏车就完全没有 脱离了关系 关系 但是到了最近的话 大概四年多前的时候 开始骑登山车 嗯 登山车第一个是平靶的 对 然后第二个这个巧克力胎就觉得很安全 嗯 然后也很好上手 好像跟我以前 学生时代骑脚踏车的感觉 差不多 没有差太多 嗯 对 也觉得蛮好玩的 对 后来就骑一骑 就是我们在和平公园 就是我们政府这个很好的建设 就是单车专用道 嗯 结果一骑一骑的时候 旁边刷 哇 一部脚踏车过去了 一看 对 公路车 嗯 而且公路车要来之前啊 有人像那个资料叫的声音一样 对 那个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哇 那个声音哦 尤其是万一遇到车队的时候 哇 那个声音真的是很壮观的 对 对 我一听到之后 哇 有一群要要超过我 要超过我 然后我就超过了 就算了 直到有一天时候 我发现 哇 又又听到那个声音 嗯 那一部车很快过去 对 我看一位是一位小姐 嗯 虽然身材也不是很焦 也不是很 蛮娇小的 嗯 那我个子算高的嘛 对 我的一把一把一把一百八十公分 哇 结果我就想说 这个我用mountain bike去追追看好了 对 结果怎么骑啊 都追不上 后来就问一些朋友 朋友说你骑错车了 哈哈 被刷卡过去 对 所以他就说 那你换换公路车 我想说公路车 那我就试试看 嗯 于是就从这登站车改成公路车 那你那指引长 你骑了公路车之后有摔过吗 当然有摔过 哦 真的 其实那换公路车时候 有时候早上大家这个总是会碰到一些车友 嗯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早上遇到朋友特别的阳光 特别正面 对 会主动打招呼 也很热情 对 然后他们骑的那个公路车一般看起来也比较炫 嗯 那我是看外表的 哈哈 我就看外在的 哇 你的车好漂亮 好炫啊 不像mountain bike就比较 比较 朴实 朴实 或者比较枯燥一点 他就是以功能性取向的 对 那公路车流线型啊什么各种 那时候完全不懂 对 后来我就很羡慕 我就说哎你这个车子骑多久啊 他说你迟早有一天要骑公路车了啊 他说我们现在不会想要骑这个登山车了 我说为什么 那速度感跟整个感觉 哎呀这个我很难形容的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那我就说那我很想就是换公路车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哦 这个会摔车的 哈哈哈哈 你今天我先预告了 对对对 预告 那我就因为做医生就是一个本能反应嘛 我说摔车会怎么样 哦那不一定哦 看你是摔到什么东西 一直就说人车分离 然后你的人会碰到什么东西 如果碰到一个那个电线杆的话 那很惨 那看又是哪个部位碰到的 对对对 所以他讲的又很模糊 可是看这一群人都是骑这公路车 然后他们好像都经历过 他说哎小事一桩了 嗯还是要骑的了 摔过之后就好了 啊好像出麻疹一样 出完了之后就好了 于是乎我也就糊里糊涂的 就进入到公路车 然后也真的就沉入他们讲的 也摔车 摔车的时候当然也也还好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后来从摔车当中 也跟了很多车友去请教一些 公路车的驾驭的方式 对 包括用刹车 在这里我用 就是其实我不是专家了 嗯 我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就是 我们通常我们在用刹车的时候 好像大家的观念 以前雪山时代骑车的时候觉得 后刹车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那个车把上讲说 先刹后刹车 再刹前刹车 对啊 对理论上是对的啦 可是如果骑公路车的话 这么轻的尤其是探线车都是七公斤左右的这种车子的话 因为在下坡的时候 我就发现 因为也是有一位车友 他算是专家啦 他跟我讲 他说其实这不完全对 他没说完全错 他说第一个你要把什么 你要把你的重心朝后移 那怎么移呢 就是你从你的坐垫 要最后一直趴下去 然后屁股大概是在后人的上方 他这个重心就下降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 刹前刹车的时候会翻车 会这样倒车 所以他说 那反而前刹呢 他说占的比例 要比后刹占的高 简单讲就是 从六比四到七比三 甚至八比二 看你的坡的陡度 可是先要做个动作 听众要听清楚 这个先是要把屁股朝后摩 重心要往后移了 对 重心往后移了之后 然后你自己再体会一下 它大概多少比 但是我会发现前刹比重加多一点 后刹没有那么重 其实那个车子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简单说 好像骑公路车很危险 听到很多的患人 我也现在骑到公路车 我可以跟各位好朋友讲说 认识危险其实就不危险 不知道危险 真的很危险 真的 其实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安全性的问题 对 就刚刚指引长讲的 就是那个重点 很多人都说 好像很危险 就都不去做 可是其实每一件事情 都有它的风险性 对 就认识它 因为认识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的恐惧 在无知的状况 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同样的 我们的胆子大 也是有一种 是在无知的状况 变成胆子很大 这两种情况 出生之毒不畏虎 对 这两个就是两个极端 就像有的人说 什么不治死活的 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在我们看来 也蛮危险 比如说 这个哲学也是骑车的高手 严陆也常骑车 因为我们发现 有时候在看人家 穿着拖鞋 而且穿着那个 蓝白 那个 蓝白拖 夹脚脱 夹脚脱 对 其实我是替它 也把冷汗了 对 万一有个什么事情的话 轻着指甲会掀起来 或是整个脚趾头 或是哪个地方 会有撕裂伤 其实我看到我反会怕 对 会离它远一点 对 除了离它远一点 我会想说 万一它出事之后 真的是 很想告诉它说 你应该穿一个 专业的鞋子 对 因为我们看到人家 摔倒 或是说转倒 我们都会觉得 看到它的伤口 我们都觉得痛 也觉得说 其实不希望说车友 或是任何人 有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在 我觉得专业的人身布品 还是必须要添购 其实不是只有 光是登山车 或是公路车 就是连一般的 U-bike 这种很休闲 起的单车 如果用拖鞋去踩的话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对 因为踩拖鞋的话 我们知道 踩拖鞋 你开汽车也很危险 对 因为你又是踩刹车的时候 你的拖鞋跟你的脚 那种触感 一分离的时候 你那个精准度就不够了 对 那脚踏车又特别 因为脚踏车为什么 比如说还没有穿卡鞋之前 有些人当然会有心理上障碍 或是不适应 那也建议你是第一个 你那个鞋底 一定要硬的嘛 那第二个的话 有人就是用那个水路养用鞋 就是那个 不是要绑鞋带的 对 有点像凉鞋的那种概念 对 但是它又不像凉鞋 这么的包袱性这么少 对 简单讲就是 我们从这个穿的鞋子 还有一个就是我深深感觉 毕竟我是做医生的 所以这方面的敏锐度是比较很强烈的 就是我觉得安全帽太重要了 对 安全帽 就是以前我们在 像我在将近三十年前的时候 我那时候做十一代夫的时候 我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强制 骑机车要戴安全帽的时候 对 那时候的脑部外伤非常的多 后来这个戴了安全帽之后 真的就减少非常多 同样现在我们在骑公路车 大部分是来锻炼身体的 对 我们并不是来做交通工具的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既然要锻炼身体 要强身嘛 不能伤身 但这是中间有没有一些路况 或是一些意外 不敢打保证 对 可我们先要做好准备 对 尤其是头部 对 因为头部的受伤 我觉得摔车的话 你说如果摔得像小腿伤一下 甚至骨折的话 其实都还好 所以都还好 不说不严重 就是还没有危险到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可是头部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头部 有人说我们头部的颅骨里面 我们的脑部 其实就像豆腐一样 对 很软 对 很软 比如说脑震荡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只要震荡一下就不得了 更不要说是外伤 有一个很激烈的撞击 对 造成了有的就是医师不清楚 对 然后就造成一个悲剧 然后我觉得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对 这个安全帽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说脑震荡 应该是要很强烈的直接撞击到脑部 才会脑震荡 是 就有一年我就发生车祸 还好我带安全帽 然后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 其实没有 我们都骑得不快 但是我就这样睡到地上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 还好我带安全帽 应该没事 就到了医院之后发现有轻微脑震荡 我说啊 这样就脑震荡 我们的脑真的是很脆弱 很脆弱 对 而且那时候就要观察嘛 对不对 对就要观察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般跑步 对 我们是逆时针跑 还是顺时针跑 逆时针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脏是偏左 这跟我们的是 构造 跟我们的是惯用右手 跟惯用左手没有关系 你仔细观察一下 你自己在摔车或下车的时候 多半是从左边下车 对 或是左边摔下来 对 所以有人要 如果要上卡鞋的话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就是 右脚先上卡 左脚先脱卡 对 要左脚先脱卡 因为你最后你整个车子要倾倒的时候 是偏左边的 对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问 雁如说 我们一般跑步 比如奥运我们刚结束 你看我们所有奥运 不论是100公尺 200公尺 400公尺 这种都是逆时针的 对 所以表示我们人是惯性朝左边倾斜的 对 不过我们刚才有听到 执行长提到是 四年前开始接触单车 那运动有这么多项 然后在我们 因为我不晓得说 执行长到底赚多少钱 因为我们印象中这种 就是比较高端 或高知识分子 可能是重机 或是超跑 那我不晓得执行长怎么会选择 单车这一条 这个运动 不归路 燕如讲的不是我讲 我没有消去法 第一个超跑呢 我买不起 即便买得起 我养不起 然后第二个重机呢 重机的话 对 起起来很拉风 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太环保 就是他只是为了一个娱乐 但是重机朋友 千万不要误错我的意义 其实重机还是一个 也是男人的一个梦 我们讲男人话 也是一个梦 尤其是一个中年的男人 大叔的话 他是他一辈子的梦 在美国也看到 骑哈雷机车 都是白发 长长的 对 但是蛮有文化的 对 所以那也是一种文化 但是就 比较实际的 我今天讲实际的话 我们中年大叔 如果要锻炼身体的话 其实我们不是靠引擎 也不是靠Turbo 是靠我们的股市投机 靠我们的核心肌群 靠我们的肥肠肌 就是说 他这个锻炼肌肉的同时 其实还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锻炼我们的肺活量 对 肺活量 心肺是一家的 就是心脏好 我们叫有氧运动 对 然后为什么我会选 刚哲学问的时候 是这个单车 我觉得单车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运动 就是 它可以单独行动 所以叫单车 它也可以跟车友一起行动 对 然后而且这两种 都有各自的不同的乐趣 但有一些运动 如果说 一定要找一个对手的话 比如打桌球 对 打网球 如果我那个partner 他今天有事的话 我就没办法持续了 对 因为运动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能够持续 对 可是单独的活动呢 因为有些活动是 运动是属于比较无趣的 对 我个人认为比较无趣 而脚踏车的话 就是我们讲自由车也好 单车也好 或是我们今天讲公路车也好 就是说它的速度也可以满足我们 又可以锻炼身体 而且早晨出去 骑出去的时候 又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听到鸟叫 看到白鹿是飞起来 然后看到这个云彩 还看到阳光的这个日出等等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让这个骑脚踏车 不仅是它有它的功能性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 我觉得我在早上时候 骑自行车的时候 骑公路车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还会为一些事情 小烦恼 我就睡着了 好像在骑车的时候也没想这个事情 答案就出来了 真的 很多事情就是在 人家说碰到困难的时候 睡一觉 要不就运动的时候 去抒发它 然后或者是它就可以慢慢的被解决了 对没错 其实骑自行车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跟所有运动一样 我们要想放松 其实要专注 对 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我刚讲说突然一个念头出来 那是突然出来的 对 并不是我刻意在想 对 就是比如说这个骑车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然后如果下雨天的话 我就建议了 对 还是避免骑车 因为那时候打滑的时候 不是技术的问题 那时候如果摔车 其实蛮冤枉的 对 对 还夜间如果骑车的话 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人的确 他没有办法着气 他夜晚的时候 风也比较舒服一点 对 那就不妨骑慢一点 对 还有把你这个这个 这个灯 照明设备 设备好一点 因为有时候 对方的照明设备不好的时候 我们照明设备要好一点 对 让对方看到 还有我们很早看到对方 对 对 所以这个安全性都很重要 对没错 好那挑战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 我是宋振宇 我的单车名言是 单车不孤单 而且很有趣 快来跟我们一起 Let's封单车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回到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单车生活家 我是彦汝 我是哲泉 其实刚刚我们 在上一个阶段 有听到执行长 谈到说早起在河滨骑车 看到白鹿师 然后还有一些 虫充鸟鸟叫 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 我是屏东人 我来台北来 第五年而已 早起呢 我们就 我没有生活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对于台北的这种环境 大家说 很差劲啊 什么虫兵鸟叫 这么可能 可是当自己真的在这边骑车的时候 刚刚又听到执行长这样谈到 我觉得其实台北的生态 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生态 没错 其实我必须跟各位好朋友分享 就是如果您现在在听节目 但是还没有骑脚踏车 不妨就是先用一部 你最熟悉的脚踏车 不妨到河滨走一下 骑一下 为什么呢 其实最近几年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环境的生态保护上 我觉得他们有在用力气 包括那个 我记得我在四年前那时候骑的时候 那个水还有点味道 现在它水越来越轻了 而且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污水的这种 好像处理 然后让这个河道不仅是那个流水 看起来很漂亮 味道也几乎是没有了 那我觉得这方面很棒 还有一个就是骑脚踏车呢 我们好像在从这个公路车角度 好像我们在追求速度 其实在追求速度同时 我觉得是慢活 所以慢活就是 有时候我们如果坐在汽车里面 或是坐一些比较速度快的 就是我们讲的汽车或摩托车的话 其实一闪就过去了 对 可脚踏车毕竟速度不会像他们这么快 然后在这当中的时候 路途当中 有一些东西你就会欣赏到 你平常不会欣赏到东西 哪怕是一朵小花 我就曾经为一朵花就停下来 把它拍照下来 而且细细的去品味它 我就发现哇 好过瘾了 真的 对 而且平常在都市当中生活的时候 那个步调是相对比较快的 对没错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台北市会觉得说大家生活很紧张 那紧张其实每个人都紧张 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压力 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个压力有多少 而是我们有没有去做输压的动作 如果懂得如何输压的话 我觉得压力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等于是说有压力 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把它放掉 对 那放掉之后 今天还有今天的压力吗 那至少我放掉的时候 我没有累积压力 我就不会变成那种压力锅 你看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一直累积累积 结果我们会发现在智商上 有些人突然为了一件小事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不可思议 可是你了解他整个的时间的发现 他累积太久了 他没有去释放 那我觉得早上去骑车的时候 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就是在释放压力 因为我想说 执行长在职业过程中 或是都在看诊过程中 压力应该很大 因为面对不同的客人 或者不同的病患 可能每天有很多 所以早上又长好奇 可是多早啊 大概五点到五点半就出门了 其实我是看天亮 只要天有点昏昏的 我觉得那个蛮好的 尤其如果前天晚上 如果有下雨的话 真的超棒的 因为太阳没出来之前的时候 如果头一天有下雨 尤其又在河滨 在靠近河的时候 那时候负离子非常多 对 所以那时候太阳一出来 那负离子就不见了 就那时候吸进去的空气 我觉得好像到肺的深步 就很难得觉得说 原来台北地区的空气这么好 空气这么清新 对对很好 其实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养成这种早上 但我不是说因为每个工作形态不一样 像我自己工作是做美容医学的 那美容医学的话 其实很要求它的精密度 对 那精密度的话 就是需要很全神贯注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职业上 必须承受的压力 那我并没有觉得 那个压力会形成我的压力 而且我就是觉得说 那是必须的 对 就像一个飞行员 对 你说他有没有压力 有 但他说他已经习惯了 可是习惯不代表不要输压 对 然后我就是利用早上这个时间呢 把自己呢 身心灵都做一个好像refresh 好像真的给他重新调整过一次 其实我有很多熟的客人 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习惯之后 都是如果要做一些比较重大的治疗的话 对 比较长时间之后 他说宋医师 我一定要指定早上第一台 因为我知道你的精神状况最好 真的 甚至我还有客人跟我开玩笑说 这个不上夜店的医生 我才敢让他去做 不上夜店的医生 但我不是说上夜店就一定不好 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始终不一样 但是我是今天在节目中分享 今天我们是less phone单车 我们为什么单车会这么让人疯 而且我觉得单车一点都不孤单 你可以跟你自己相处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压力在大自然中可以释放掉 然后你可以享受这个大自然所给你的回馈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如果有一些不愉快或是一些郁闷的话 其实运动真的是 尤其一个规律的运动 在医学上也讲了 规律的运动脑部会分泌一个脑内飞 就让人快乐 快乐对 我常跟朋友讲 我说其实全世界 你如果到全世界走透透的话 你会发现有两件事情 是世界不需要你懂我的那一国语言 我们称作共同语言 第一个就给人欢乐 你喜欢看到有人 很阳光的人喜欢 对不对 他给你嗨 也许不是讲的 你从他表情就知道 他在跟你打招呼 对不对 你就很开心了 那第二个就是饮食 那骑脚踏车 如果跟车友一起出去骑的话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就大家会找一些 平常根本找不到的店 特别的店有没有 隐藏在小巷间的 因为我们如果开车的话 就户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找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就没有特别 然后有些车友就会告诉说 哪个地方转哪条路 进去有一个 也许不是那么出名 可是他非常的有味道 再加上大家骑车的时候 那时候也蛮累的 喝点水在那边补充一下 这个不是精神量 真的是食物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享受 又出汗 又吃点东西 又聊一聊 我觉得那种感觉 真的一个字 棒 真的 而且骑车完肚子特别容易饿 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非常好吃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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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骑车的时候 骑完车 我平常食量不大 但是那天骑完车的时候 拉着折群去便利商店 买了关东煮 全部我自己吃完了 我又买了茶叶 但又买了一杯拿铁 就吃了很多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 因为我相信 这个现在台湾 女孩子骑车的人很多 我碰到一些 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 她们如果骑车子 中间如果去补充一些吃的东西 就像燕如刚刚讲的 到Saven或是Anyway 就是一些东西 她们吃完之后 没有罪恶感 因为顶多就什么 我们如果吃多 我们再骑 骑多一点 所以它就等于是说一个 可以不断的可以调整的 所以它的乐趣就在这里 就是它没有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模式 没有说我骑车的时候 对我们车子有分 不同的功能性 但是骑车的那种模式 没有固定的 我可以一天骑个十公里 我也可以一次骑个 跟一群人骑了好几十公里 但是骑好几十公里 也不是一步就骑到好几十公里 在中间我们要怎么休息 然后怎么让我们这个 借由我这个单车 来阅读整个台湾 的风土民情 还有饮食文化 我觉得这个都是乐趣 这个乐趣的话 其实如果说 借由别的运动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容易达到 因为自行车 单车它毕竟是一个 会跑的东西 它跑的这个速度 要快也是蛮快的 但是又可以能够很 慢慢的 慢慢的 对 我可以骑得很慢 慢慢欣赏 或是我跑得很快 突然看到有一幕 非常吸引我 我就马上刹车 然后回来就赶快去找那东西 就马上就找到 找到时候 给它记录下来 然后也 随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所以骑车有点像是寻宝的感觉 没错 这个讲得真好 比现在刷什么生奇宝贝好得太多 对 因为小时候 我记得在 尤其像我念乡下国小 它每到迎火晚会的 就比如说一个营队好了 它早上都总会有一个活动 就是它每一关有一个关注 然后设在各个校园里头 它会给你一个寻宝图 你要去寻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我们在骑车 刚才就照指引上讲的方式是 我们是没有寻宝图的 但这一条路上 就等着你自己去发现 对 其实没有寻宝图 才真正寻宝 你没有发现 有寻宝图的话 就变成好像有目标 万一没寻到的时候 你看很多探险队 很失望的 士气很低落的 我们也没有说 其实我们心中 并没有要寻个什么大不了的宝藏 不是说挖宝 什么金矿一样 我们的宝其实就是快乐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这充满了很多 这种不确定性 我就说没有一定的模式 所以在这中间 有很多你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出现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宝 你知道吗 对 如果我今天说 我就去挖个金矿 然后金矿有一顿重 如果今天我只挖到半顿 我就会失望了 对 那我今天也不是要去挖个金矿 我就是跟朋友 或是我自己骑车 那这中间 包括我身体的 心理的 或是我在这中间 甚至我们吃到一些 很特别的食物 我们也是很具体 享受人生的话 或者是说 找到一个很好的景点 面对一个很好的风光 那时候要自己沉湿也好 或者是说 跟好朋友谈谈心 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 谈心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达到很大的疏解效果 其实跟朋友说起骑车 骑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 只要是单车人 或是在骑车的人 不管说你的位阶多高 不管你可能在孩子面前 你可能是需要具有威严的一个父亲 但当一旦你踏上了单车 跟同伴一起 车友一起出去的时候 你是找属于那个最纯真的快乐 没错 没错 我非常同意 就是好像那种 孩子一般 起初的爱那种的 就是找到你好像 就像我 你看我从国中骑完脚踏车之后 再也没碰脚踏车 后来开始碰登山车 也不过四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踏上脚踏车的时候 感觉我就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你知道吗 陌生的是说 脚踏车进步这么快 以前我们看到变数 那就不得了了 高档 现在还有避震器 还有电子变速的 对对对对 就是硬体方面 那个进步真的超出那时候的想象 然后后来对硬体了解之后 再加上工作这么多年之后 大家都有压力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动态的 输压的方式 但静态有人喜欢听音乐 喝咖啡 或是看书 这都是静态的也很好 那动态的话 我就想说 哇这骑脚踏车发现在动态上面 我觉得它是动态中带有静态 就是车子是活的 但是你的生活的步调 还有享受 我觉得是慢的 就是细细品味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 很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骑过脚踏车就像哲宣讲的 上了脚踏车 其实就发现 那个纯真的自己上升了 我觉得骑单车真的是一件 会让人觉得很羡慕 也很快乐的事情 对 因为它这个就是 你看你骑着快象 刷就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专注 你并不是在跟人家比赛 我们没有 因为比赛就是比赛嘛 就是比赛场地 我们平常在这个路上这样骑的话 尤其我们在从新北市到台北市 整个的和平车道 专用道的话 其实在上面的话 其实你也看到有老人家在骑 那驾驶看到有全家出来骑 对 然后你自己的话 如果像我固定早上时间的时候 就碰到有些不同车队在骑 你知道吗 也有人是落单的 不认识落单的 或是一群的话 总是有一些景点 大家会在那边休息 对 有时候不认识的人 其实我有很多骑车的这种经验 其实不是我的经验 对 都是跟人家问来的 然后那些朋友们都毫不保留的 你只要问什么 他就跟你讲什么 很愿意告诉你 很愿意分享 对 那这个分享当中 其实我又发现收获很多之外 就是其实真像哲学讲的 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他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问了一些骑车的问题 然后第三天或第四天 还是碰到他 那总是大家会问一下 你是做什么的啊 对 职业的时候 那就发现 真的里面握虎藏龙 对 真的 可是在骑车的时候 大家都像小孩子一样 对 非常的纯真 对啊 真的 所以我觉得但是真的是一个 很单纯的运动 也让人会觉得 有一种单纯的快乐 其实我觉得今天 送执行长来谈一集 根本就是不太够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 再请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单车生活 很高兴 对 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我们 非凡整形皮肤美容专科 联合诊所的执行长 宋振宇医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你是用单车享受生活的人吗 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单车故事吗 快拨打0988-873-836 来与听众分享你专属的独特经验 单车生活家单元 等你哦